我们的失败不是证明了我们的无能 而是证明了这座城市的颜色是黑的 大家好,欢迎收看真实电影院 今天我们来看一部严肃题材《熔炉》 任浩是一位来自首尔的美术老师 通过大学教授的介绍 他打算置身前往物金应聘慈爱听障学校 第一天上班,任浩刚从修车厂出来的时候 就被一辆汽车追尾 好在肇事车主答应赔偿,并且送他去学校 前往学校途中,任浩得知车主又真是人权组织成员 两人交谈甚欢,并且最后交换了联络方式 到了学校校长室,校长对他以礼相待 他很看好身边这位年轻老师 懂得手语的美术老师并不多 最重要的,他的推荐人是自己的大学同学 所谓,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 任浩顺利应聘上了 行政市长走了进来 任浩惊讶地发现 眼前的两个人竟然是一对双胞胎 虽然校长给他安排了工作 但行政市长随即给他举了一个舞的手势 天真的他,以为这是鼓励性的high five 往市长手上拍了一下 但他会错了意 五千万韩币 对于任浩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 他打电话向母亲借款 可一时也拿不出那么多钱 任浩将钱的事情抛之脑后 目前要做的就是认真教好他的课 第一节美术课,任浩让同学们画苹果 班上的严斗同学很有绘画天分 得到了任浩的赞赏 而旁边的幼丽同学就没那么安分了 他正老是不注意 偷偷拿走了讲台上的苹果 在旁边吃了起来 这也不能怪他 他有轻微贪食症 客上到一半 一位小男孩才走进来 任浩本来想要训斥他 可看到他脸上青一块紫一块 任浩欲言又止 后来询问同事朴老师才了解到 这个男孩叫明秀 明秀的弟弟前不久被火车撞死 从而导致他每天魂不守舍 任浩在回家的路上经过女厕所 听到里面传来女生的惨叫声 任浩敲门想要了解情况 里面就突然没了声音 正当他想要破门而入之际 保安出面阻止 任浩跟他解释情况 任浩被保安劝走 可还是不禁觉得 学校充满吊诡的气氛 隔天 任浩拿着五千万学校基金 来到校长室 恰好看到了保安队长和校长 正在金钱交易 任浩漠不作声看待这一切 即使有旁人 两人也似乎毫不在意 回去办公室的时候 任浩看到朴老师对明秀拳打脚踢 根本没有把他当人 任浩立刻上前阻止 朴老师看在他的面子上 放了明秀一马 最令人心寒的是 旁边的老师习以为常 一副没看到的样子 下班的路上 任浩看到佑丽坐在床台边 担心他会有危险 任浩就跑到宿舍把他抱了下来 而任浩貌似很害怕任浩 任浩用手语告诉他自己并没有恶意 就转身离去了 任浩拉住任浩的衣角 貌似想表达什么 然后他牵着手 把任浩带到宿舍的洗衣间门外 任浩不意有他走了进去 却看到射箭正在虐待阎斗 把他的头压在运转的洗衣机里 任浩立刻制止他 不料反倒被他警告 任浩没理他 把严斗送到医院 然后就向佑丁的人权组织举报 任浩把情况反映给校长 而校长只是对射箭做了所谓的口头警告 没有把他开除 任浩不太满意这个结果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 佑丁从严斗口中知道了真实情况 实际上 严斗和其他同学 一直受到校长和行政市长的性侵害 不只是女生 明秀和他的弟弟 也多次被朴老师性虐待 为了让他保守秘密 朴老师才会多次出手独打明秀 而射箭和校长则是情人关系 射箭以为是严斗勾引校长 才会发生昨晚的事情 任浩担心严斗再次被遭到虐待 于是把他接到人权组织 严斗也在镜头前 用手语描述了他被侵犯的经过 那天晚上 校长把严斗带去校长室 在他面前播放了赤身裸蝶的影片 严斗一手把校长推开逃去你厕所 但校长还是跟了上去 严斗坐在马桶上瑟瑟发抖 看到他走投无路 校长在厕所强行对他做了那些事 任浩当晚听到的惨叫 正是严斗发出的求救声 佑珍拿着两人的录像 找到了市政厅科警察局 不过这两个机构都互相踢皮球 不肯展开调查 任浩带着郁闷的心情回家 远在首尔的母亲和女儿突然拜访 原来之前那五千万 是卖老家房子得来的钱 母亲让任浩不要多管闲事 毕竟校长在学校一手遮天 得罪她的话 那五千万就别想要再拿回来了 并且 母亲知道校长喜欢君子兰 特意从首尔带来一盆兰花讨好她 任浩跪坐在王妻的供桌前若有所思 母亲年迈 女儿患有哮喘 她如今的处境非常为难 隔天 任浩拿着君子兰来到校长室 恰好看到了朴老师带着鼻青脸肿的明秀走出门 任浩站在门外发呆 一边是自己的饭碗 另一边是弱势学生 任浩心怀不甘 最终 还是用那盆象征着温和有力的君子兰 砸向朴老师 你带他人如禽兽 如何带你如君子 明秀在镜头以及广大观众面前 也袒露了被性侵的经历 在那个晚上 朴老师把他们兄弟俩带回家 他帮弟弟洗澡 上下摸遍了他的身体 明秀不愿意屈服 可是被他打晕在地 失以暴行醒来后 明秀没有发现弟弟的身影 只是看到附近有火车经过 而隔天 就传来弟弟被火车撞死的消息 这个直播在社会上造成了轰动 迫于民众的舆论压力 警察队长逮捕了相关人员 送去警局的路上 警察队长给校长指了一条路 让他动用所有人脉 找一个法官出身的律师 因为 韩国法庭尚且存在着一种 前官礼遇的潜规则 只要从事过法官 终身享受在职时期的待遇 开庭的当天 法庭外熙熙攘攘聚集了两批人 一边是为听障人士发声的市民 一边是校长的支持者 校长不仅人脉广 而且还是物金教会的长老 在当地做了不少慈善事业 仁浩被他们污蔑成说谎的始作俑者 校长的老婆还在法庭外扇了仁浩一巴掌 并且把口水吐在他脸上 仁浩并没有太在意 校长的辩方律师找来了学校的保安 表示严斗被性侵当晚 校长并没有出现在女厕所 而检察官指出 保安有窃听前科 被原先的学校开除后 校长给了他在慈爱学校的就业机会 所以校长和保安存在着某种契约关系 法官采纳了检察官的意见 律师又找来了案件的诊查医生 医生说 处女魔不一定是发生性关系才会破损 有可能是骑自行车或者其他活动造成的 而检察官拿出了医生之前写的两份完全不一样的报告 证明了他因某种原因做了伪证 第一份报告明确说明 优利五年前就发生过性行为 那时候的他只有九岁 优利跟法官说 从三年级开始 校长就断断续续强迫优利做那种事 如果优利反抗 校长就会把他绑在校长室 脱下衣服实行强暴 休庭后 律师决定派人跟三位受害者私下协商 按照韩国法律 13岁以上的孩子受到性侵犯 如果同意协商的话 证词会全部无效 站在人权角度 没有一位父母愿意协商 和明秀和幼利的监护人伴有智力障碍 有人担心他们可能或做错选择 晚上 赛首尔的教授突如其来拜访人号 并且随行的还有辩方律师 老师也被校长请来当说客 律师也毫不顾忌 拿出了一箱钞票放在人号面前 希望他能撮合私下协商 人号没有多余的犹豫 扭头就走 隔天就传来了坏消息 幼利和明秀的父母 在亲戚们的劝说下 已经签了和解协议 如今唯一能执政的只有严斗了 在开庭前一刻 人号的母亲也来到法院 责备她为何要滩浑水 如果丢了工作 怎么照顾女儿 仁号跟她说 母亲没有说话 法庭上律师又校长和执行事长是双胞胎为友 质问严斗如何分辨哪位是对她实行性侵的 律师这样的举动是为了赌一把 如果严斗指证错误 就由执行事长揽下罪名 严斗站在两人面前 对他们做了 如果说出去 我会杀了你的手语 然后严斗就马上指出 右边那一位是校长 严斗指证正确 法官问她怎么分辨两人 因为校长在强暴严斗过程中 也做过这个手语 而严斗刚刚细微地观察到 校长脸上有表情波动 她如此聪明睿智 赢得了支持者的满堂喝彩 也打动了仁号的母亲 母亲在他们退庭后 给他们买了一些食物 表示鼓励 仁号从此也有了背后的依靠 明秀问仁号 明天能不能带笔记上庭作证 仁号应着头皮告知 他再也不需要住庭作证 因为 他的父母不得不签下协议 选择原谅他们了 明秀感到万分委屈 颤抖的双手 做着手语告诉他 可惜 无可奈何 随后 严斗告诉仁号 他忘了在法庭上说 校长室里面是有监控的 可能会找到事发当晚的录像 仁号和佑珍决定连夜溜进校长室 果真找到了严斗所说的录像 并且准交给了检察官和法官 有了帖的证据 他们也没办法狡辩了 法官宣告最终审判结果 姚老师判处有机徒刑八个月 缓刑两年 校长兄弟有机徒刑六个月 缓刑一年 现实还是那么骨感 法庭最终没有给出满意的裁决 两位被告人坐在被告席上 差点笑出了声 双方支持者在法院打成一片 仁号目瞪口呆看着这一切 法官离开前 无奈地瞥了他一眼 检察官看他的眼神也别有深意 在晚上的庆功宴上 律师表示 下次在同学会 一定会当面感谢法官 不仅如此 检察官也被收满了 律师的事务所会在案子结束后雇佣他 他当然懂怎么做 当晚 尤真发现明秀不在家 原来他来到朴老师家门外 对他捅了一刀 两人扭打在一起 明秀用尽声明最后一次力量 把他压在铁轨上 仁号感到想要阻止 可这时一辆火车试过 明秀跟那个人渣同归于尽 过后 众多物庆市民自发性聚集在法庭外 为明秀举行了游行抗议 他们拦截了法官的车 向他的车砸鸡蛋 警察局把他们定性为暴徒 出动大批警察驱赶民众 并且派出洒水车 双方人马纠缠在一起 而仁号抱着明秀的遗照 站在马路中间 向路人诉说这个小男孩悲惨的遭遇 再强烈的水枪喷洒 也冲不掉明秀的冤屈 这部电影由真实事件改编 电影上映后 三百万韩国观众在网上签名抗议 导致这个事件重新审理 涉案人员也被重新起诉 韩国国会为此特意通过了熔炉法 加强对残障人士和未成年人的保护力度 而且在不久之后 也通过了律师法修正案 部分废除了所谓的前官礼遇 熔炉是一部非常深刻 并极具影响力的电影 为韩国政府下力度整治腐败作风 感到敬佩 在这个不安稳的六月 熔炉创下了一个先例 努力争取你们所追求的东西 祝一切安好 一部电影能影响到司法改革 这非常值得一看 好了 感谢您的观看 希望您会喜欢 感谢您的观看